定义美国帮帮忙基金会 18年来发挥爱心 持续不断的卷助物资 帮助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 脱离天灾还有贫困 也让朱乐山基台北经文处 副处长翁贵棠 代表台湾政府特别感谢基金会 为了加强中美洲帮交国的友谊 发挥了巨大贡献 帮忙忙除了爱心货柜 送物资到需要帮忙的国家以外 我们还有老人院 养了109位老人 5个老人院 收养5家可归老人 还有职讯中心 给年轻人一技之长 我想这样的一个慈善团体 也帮我们做了很多很重要的 我们的国民外交 也就是我们的侨民外交的工作 让我们跟中美美洲国家的邦誼 因为这样的一个爱心团体 而更加的巩固 基金会创始人包潘小代表示 2018年已经从洛杉矶 捐出9个爱心货柜 其中包括台湾纺织厂 爱心捐助4个布料货柜 除此之外 萨尔瓦多政府还感谢 帮帮忙基金会这份持续20年 不间断的爱心 先后由第一夫人代表 颁发感谢状 以及萨尔瓦多国会 颁发包养状 美国企业与观众 响应人道关怀与救助 欢迎上帮帮忙基金会官网 所有捐款都可抵税 东西新闻未宽用至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